观察阵网的观众们大家好 最近两年来我们都明显感受到了 香港社会面临的积聚变革 先是修历风波 席卷全港 然后积聚已久的很多内外矛盾 全部爆发出来 再有就是新冠疫情 对香港的社会和经济 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在这多重风险狭击下 香港可能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 最近当然香港的国安法出台 选举制度改革 这些都把香港成为了一个 我们讨论国际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香港 特别行政区现任财政司司长 陈茂波先生为我们解读 很多我们的疑惑 陈市长欢迎 你好 师母 感谢这个机会跟大家聊天 当前香港问题和新疆问题成为了中美斗争的一个焦点 美国在上个月首次发布了所谓的香港商业警示 好似对香港的营商环境进行攻击 还有消息称美驻港总领事馆正在暗地里鼓动美国企业撤离香港 您对此有个评论 此类事件对香港经济有没有什么影响 您所接触到的在港外企高管对国安法的看法是否有所不同 这段日子呢我们也跟这个在港的不同的外国商会跟商界有很紧密的接触 美国发这个商业警告 不过呢美商会在香港呢同时呢也发了一个新闻稿 这个新闻稿的内容呢跟美国方面这个警告呢 其实这个口径完全不一致 美商会呢他发表这个新闻稿呢就说 香港呢一直以来现在也是一个很积极很重要的 促进东西方资金跟贸易交流的一个地方 同时间呢也讲了香港这个地方呢 这个基建非常优良 同时间呢我们的这个数码方面的基建呢 也是在区内呢受到大家信任 而且呢是一个很高端复杂的这个数码基建 同时间我们这边的法律系统 我们的商业法也得到世界的认可 同时间呢他们也表示呢 香港呢是全球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所以美商在香港呢 营养会有很大的机遇 在这边呢有很好的发展 美商会呢在这里呢会积极支持 美商在香港的业务的发展 同时间呢我们跟这个欧洲商会 跟其他商会接触下来呢 也感觉到呢从国安法成立以来 其实这个外商对香港的这个营商环境 是信心增加了不少 一个方面是国安法立法 让我们社会恢复这个治安 社会恢复稳定 那这个呢作为投资环境是非常重要 作为外商投资来这边呢 这个也是一个宪决的条件 可以说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同时间呢发展呢也为安全提供保障 我说了这么多呢 倒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数字 因为呢有时候这个客观的数字呢 更有说服力 国安法是2020年6月底通过的 过去一年就是国安法立法一年 我们看香港的金融市场 发展非常蓬勃 在这一年以内 在香港上市筹资的IPO 首次上市值值 超过5000个亿 比之前一年增加了几十个百分点 在这段时间 重燃有些人唱衰香港 其实呢资金是不断流进香港 我们算了一下 国安法通过以后 流进香港的资金 就超过了3000亿港币 在这段时间里边呢 我们银行的传款增加了 从去年6月底 大概14万亿 一年以后 今年6月底 增加到超过15万个亿 我们看见现在呢 准备排队来上市的 这个企业 非常多 我们管的资产管理业务呢 去年也有很好的增长 从原来的大概28万亿的我们管理的资产 一年下来 2020年增加了超过20% 到超过34万亿 其中呢有60%多 是境外的资金 那这些数字可以说明了境外的投资者 国际投资者 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地位呢 还是很有信心 他们就用他们的资金来投票 支持我们这里的发展 也给我们一个信心的一票 好 谢谢陈市长 那么这些数据啊 都很有说服力啊 那我可是我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香港成为了西方政治界媒体界 这么关注的一个政治焦点 大家都是聪明人 对吧 大家都 其实这些数据大家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西方媒体从来也不报道 您刚才说的这些数据 这些事实 从媒体报道 从政客的发言 都对你刚才说的这些数据的事实 避而不谈 香港作为国家的一个部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一直是国家对外开放 对外的一个重要的门户 一个窗口 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看得很清楚 就是美国对我们国家的打压 这个过程里边 就利用香港这个地方 企图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 也企图通过打击香港 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打击香港的经营环境 从而干扰我们国家 在跟美国这个角力这方面的时候 所处的位置 我们看2018年开始 就是中美贸易战开始 美国一方面取消了我们的特殊关税地位 2019年这个黑豹里边就有外部势力的干扰 跟参与在里面 然后去年我们也看见 他们取消了一些科技产品出口到香港 国安法通过以后呢 也尝试采取一些无理的单方的所谓制裁措施 制裁我们这边的官员 内地的官员 一些中资的上市公司 可以说呢 他这阵子所采取这些不同的打击的行动 尽管在退出的时候 对这个商业信心 做成一些短暂的一些干扰 在商界里面曾经出现一些担忧 不过呢 总的来说你看回来 我们金融市场还是很有继续的运作 金融中心的发展还是很好 这个外商到香港的投资呢 还是兴趣很大 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方面呢 也提供给外商很好的机遇 通过香港这个平台 这个跳板 要进到大湾区是比较方便 举个例子 在金融开放方面 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理财通 可以说都是万众期望期待的 我们也看见一些外籍的金融机构 为了要把握这个机遇的话呢 最近在香港呢 征聘了人手扩充业务 这个呢都是很客观的一些情况 让我们想的 只要我们这边做好自己 有好的经济发展的机遇 这个外商其实到我们这边寻求这个机会呢 热成是不会减退的 所以其实西方的政客和媒体对香港的这些攻击里面含有很多的政治意识形态 还有很多的地缘政治中美斗争的这个这个成分在里面 我觉得呢这个西方媒体呢 吃重于这个乱的情况 而不是去寻因就底 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 所以呢在往后特区政府的工作里边呢 对外的宣传跟这个推广的工作 纠正外边对我们的误解这方面呢 大量的工作在前面要做 还有一点呢我想跟您探讨的就是 中国的扶贫攻坚 占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 那么共同富裕在中央的市政纲领里面也占据重要的地位 习总书记也多次强调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那在香港呢 贫富不均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收入看香港的经济指数是非常非常高的 也许是亚洲最不平等的城市之一 那从住房看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15平米 住房自由率也只有50% 您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在哪里 是香港的制度有问题呢 还是政策有问题呢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今后几年里面开始解决这些问题 这方面呢实在是值得反思的 我们现在在香港呢 我们的贫穷的概念呢 就不是一个绝对贫穷的概念 是一个相对贫穷的概念 它的参数呢是我们这个家庭收入 中位数作为一个参考 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贫穷问题是一定有 过去做成现在看起来比较尖锐的这个贫穷问题呢 有它的政策原因 也有一定的这个政治原因在里面 在政策原因是什么原因呢 是香港一直以来呢 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全开放小经济体 过往信奉都是尽量的积极不干预自由市场 所以呢在扶贫这个工作里边呢 主要的事物是保底 意思是什么呢 是通过一些现金的援助 比方中和社会援助金 低收入的在级家庭的这个补作金 老人家一些我们叫生果金 这些去保底 在保底方面呢 除了这些现金的这个补贴以外呢 也有比方说我们的公共租住房屋 我们的公共医疗 这个呢都是比较低廉 小学中学免费教育 幼儿园大学这个都有补贴 尽可能呢 在处理这个贫穷问题里边呢 采取保底 采取教育尽可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 所以呢这个跟共富的理念呢 就不一样了 而且呢在我们过往的经济发展里边呢 我们四大资助产业 四大资助产业就是贸易 物流 金融 然后呢是我们的旅游业 还有这个商业跟其他的这个专业服务 那这块呢总共加起来 是占我们的这个GDP 百分之五十多 雇用的人口是百分之四十七左右 过去这几年 尤其是在金融发展方面 发展得特别好 所以金融业占我们的GDP 超过百分之二十亿 但是只雇人口百分之七 那同时间呢旅游业 雇用的人口比较多 但是呢它基层的工作比较多 所以从产业接口方面呢 也有一定问题 所以要解决贫富元素的问题 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收入的贫富元素 另外一个是资产的贫富元素 所以从收入方面呢 我觉得往后呢 我们的经济发展呢 要更多元化 最重要是怎么样能够提供更多 更好的就业的机会 给年轻人有按他不同的兴趣 去发展他的事业 在这方面过去这几年呢 我们意识到创新科技非常重要 它自身不单是一个产业 而且呢也影响其他产业的升级转型 所以在这方面呢 过去四年特区政府大概 投入跟准备投入的资金 超过1200亿港元 我们集中在两个范畴 一个范畴是医疗科技 另外一个范畴是大数据 人工智能 在这方面呢 我们经过几年的努力呢 希望能开创一个比较好的 创客的生态系统 能吸引内地跟国际的一些 顶级的科研机构 科技企业 落户香港 同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在人才方面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政策 比方在人才进来香港 培训本地人才方面 我们也投了大量的资源 所以在产业发展这方面呢 我们还要多方努力了 创新科技以外 还有其他比方文化创意 这方面呢 也要加大利润 那这个收入以外呢 就是资产的贫富元素 那资产这块主要最尖锐的 就是在住房 有自己的住房跟没有自己的住房呢 可以说呢 在资产的差异上 都会很大了 尤其是过去十年八年 全球这个基金都非常的多 而且呢 在我们这边呢 也出现这个供应求的问题 所以资产价格呢 腾飞得很快 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最重要呢 我们是要增加 制作房屋的供应 这个增加制作房屋的供应呢 就不单单是出租的公民房屋 还有是有制作的 出售的这个制作房屋 同时间呢 也在这个自治物业这方面 我们要搭建一个比较好的阶梯 让一般老百姓都可以 先通过制作房屋 购入制作房屋 然后自己的收入 事业发展比较好的时候 再往上升级 那这样的话呢 在整个社会的发展 我们社会发展 经济效果比较好 他们都能通过这些资产呢 分享到这个好处 那刚才讲呢 这个是基本上是政策的问题 一个是保底 一个是产业发展 过往比较单一 往后要多元化 在政治上呢 国家呢 最近给香港 除了立了国安法以外 给我们完善这个选举制度 那这个很重要 一个方面保障了 从保障国家安全方面 落实爱国者治港 把这个国安这块的担忧 先把它除掉 那同时间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扩大了我们立法会代表的 广泛性和参与性 而且呢 中间呢 加入比较多的这个议员呢 他是看全港的意义 不是看比较窄的 个别行业 跟个别地区的利益 跟过往不同 过往呢 我们在行政立法方面呢 出现这个政治方面的斗争 出现这个空转 我们觉得呢 通过现在完善选举制度 以后 立法会更有广泛代表性 参与在里边的是爱国者 同时间呢 有比较大的数量的议员 不是来自地区 不是来自这个 比较窄的行业的话呢 去破解一些固有利益结构 会比较有利 而且通过这个完善选举的话呢 以后这个行政立法的关系 会比较良性互动 那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有利 一方面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 加入管制的团队 另外一方面呢 也提高提高这个管制团队的管制效能 这个立法会行政机关 齐心合力的话呢 我们可以汇聚这个力量 去破解社会上纠结已久的一些 不管是土地繁物 还是贫富元素 还是经济多元发展 这些问题 对 刚才您讲的我也学到很多 就是以前我一直很困惑 那个时候 我在上海长大的时候 几十年前 我们上海的人均住房 大概只有四五平米 人均 对吧 那么其实这么多年 那些年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远远不如香港 但是二三十年过去了 我们这边的住房 已经远远超出了香港的水平 我一直没想明白 这有什么难呢 对吧 香港土地那么多 我去香港看到那么多土地 为什么住房就是造不起来 那也许是您刚才说的 其实这个里面是政治制度出了问题 因为有政治力量维护他们自己的特殊的利益 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的权力超越了香港的整体利益 那么几十年来击中难返 那现在在香港实施的也许是一场重要的政治改革 把这些制度里面的因素把它排除掉 能够让香港的政府来实实在在地解决香港人的生活问题 您说我解答了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些数据 就是从田海做地 我们把自己跟新加坡对比了一下 从田海做地方到1995年以前 其实香港我们每年发展新的市政 我们做田海做地 这个速度跟新加坡差不多 我们后来从1995年以后 这个田海做地的这个量 就规模少了很多 我跟你分享一个数字 从1985年到2000年 那15年间 我们田海做地大概2000公顷 然后2001年到2015年 我们田海做地才500多公顷 那过去这段时间更少 所以这个客观上来说 也看得到 从政策上也出了一定的问题 就是做地方面的工作 慢下来甚至于停顿 所以往后 我们在这个新的选举制度以后 在这个新的行政立法关系建立以后 一方面我们要短中长期的 推动这个土地的供应 同时间也在这方面 特区政府要坚定不移的 在这个过程里边 要坚决做下去 我担任财政司司长 以前曾经做发展局局长 那个时候我们增加 短期的土地供应 最重要其中一个手段 就是把一些土地用途 比方原来是绿化地带 或者是一些政府用地 不是用来做房的 短期就把它改土地用途 作为住宅用途 那这样的话呢 就最快短时间以内 就有比较大的土地供应 那个时候我在新界东 做这个土地改化 就有一家在新界东的大学里边的学生 去申请法律原作 要司法复合 我这个整个这个土地改化的 这个工作 我那个时候在新界西 要改化土地用途 就那边另外一个大学的学生 拿法律原作 跟我们打官司 也是司法复合 在九龙也是 我给这个例子 就是说有一段时间 在香港政治方面的政要 可能也牵涉背后的一些 一些不同的考量利益的话 是实在 实外的特区政府施政的 这个这个效能 往后在这方面 应该是一个新的细将 好 谢谢 那我们再跟您聊一下 现在这个疫情的局面 这次疫情非常严重 我们都知道对香港的经济打击很大 零售业 餐饮业打击都很大 到现在也没有跟内地恢复通关 那么我一直想不通的 去年2020年的时候 当疫情刚刚开始席卷全球的时候 内地采取了非常强的措施 在一两个月里面就控制了疫情 在内地我们北京 上海 宁夏 青海到处都能旅游 已经一年多了 恢复正常 那么 我觉得有点可惜啊 那个时候为什么香港没有 长痛不如短痛 快速的三四月份的时候 把疫情控制住这么小的地方 把它清零了 那么那个时候如果这一年多 可以跟内地通关的话 那么香港可以获得巨大的 经济上的推动 因为其实内地这么多人 这一年多都没法出国啊 对吧 所以全会涌到香港去买东西旅游 那么这为什么 我就觉得很可惜啊 因为香港为什么 那时候没有那么做 为什么这个通关的事情 这个疫情控制通关 一直拖到现在 那今后六个月一年 有没有希望 这个面对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呢 特区政府是非常重视 所以整个防疫抗疫的工作呢 就由行政长官亲自督导 整个政府去应对 在这个过程里边呢 香港作为一个全开放的小经济体 跟国际的往来也很多 其实在防疫抗疫里边呢 是可以说是三方面的拉力 特区政府要寻求一个平衡 一个方面很自然是公共卫生啦 怎么样尽快把这个疫情控制上来 把它消灭掉 那同时间呢 也要考虑在经济方面 怎么在防疫抗疫里边呢 尽可能也保持经济的活力 把这个影响降到最低 那第三方面呢 在这个疫情防控方面呢 也牵涉到一般居民的 起居生活出行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 这个三个不同的这个 这个要求吧 三个不同的这个拉力在里边 所以在整个工作里边呢 行政长官就统筹了 从政府最高层里边的 卸调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也吸收了一定的经验 所以你看我们最近这几个月呢 最近这几个月疫情在香港 基本上呢是一个清零的状况 有的话呢是一些零星的 外边输入的一些过案 我们还是非常警惕 非常小心 而且呢也推动我们市民啊 去打这个防疫的疫苗 我们的目标呢 是希望在九月底呢 这个疫苗就可能打到 百分之七十左右 在这段时间呢 也紧密跟我们中央的 有关的部门机构呢 有所沟通 希望呢能尽快能通关吧 这个呢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所以在这方面呢 还是在努力 在还没通关以前呢 我们也出台了一些 不同的措施吧 一方面是希望在这个疫情 这么厉害的时候 给老百姓给这个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 给一些资源 让他们在这个经历这个挑战的时候呢 能比较好的应对 同时间最近呢 我们也推出了电子消费券 希望呢 在内需方面呢 可以加一把力 把我们经济从这个 这个恢复的力度能大一点 所以最近我们看见呢 从一些数字来看 比方我们这个GDP 今年开始呢 就摆脱了这个 收缩的现象 上半年的第一第二季度呢 第一季度是增长百分之八 第二季度增长七点五 总的来说 上半年我们经济增长百分之七点八 全年呢 我们估计呢 会增长大概百分之五点五到六点五左右 我们的失业率从 今年二月份的高点 就是百分之七点二左右 往下调 到现在呢 下调到百分之五左右 我们希望下半年 如果我们这个疫情啊 要小心继续受控的话 内需能在消费券 跟其他政策的支持下 能恢复的比较好的话呢 这个设计还要往下再调一点 同时间呢 也通过全民打疫苗了 争取跟内地通关 跟国际能恢复往来 好 加油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啊 我想跟您探讨 当然就今年国家加大了 对海外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 我们天天都在媒体上看 特别强到了境内企业 附近外上市产生的数据安全 和国家安全问题 与此同时呢 美国的外国公司 问责法案 也对赴美上市的公司 中国企业 形成了很多压力 那么 国内有很多非常优秀的 科技的企业 增长空间很大的这些企业 国内的资本市场 当然没有像美国和香港那么发达 我们也要需要很多时间来培育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又有这些企业 有上市的需求 融资的需求 那香港的资本市场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 有成熟的资本市场 这对香港来说是不是一个机遇 那怎么抓住这个机遇 我们知道香港资本市场的很多规则 也是很多年都没有改了 就比如说同股同权 也是最近滞后了美国 十年二十年 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有所改变 那么香港的这些 为了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 能不能改革 或者更有效地抓住这个机遇 这个是给我们香港 一个很特殊的机遇 我们一定要把握好 我们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有它一定的优点 有它的一定的优势 但是我们要不断地往前 提升我们自己的竞争力 才可以发展 才可以把握到这个机遇 才可以用我们所长 服务国家所需 我当财政司司长是2017年 那18年我们出台了一个 很重要的上市规矩的改革 主要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容许新经济企业 同股不同权来香港上市 第二个改革呢 是允许这个生物科技公司 由于它这个研发期比较长 所以它尽管还没有利润 还没有收入 再符合一定的条件 就是它这科研的工作的 一定的Mountstone 这个打一定的标准 让它上市 第三呢 那个时候的改革呢 是让境外上市的中资企业 到香港第二个上市 我们做了这几个动作以后呢 从两年下来 2018年到到现在 差不多三年下来 总共通过这几个渠道 来上市的公司 五十多家 筹资 筹资筹了五千多个亿港币 而且呢 这些是新经济体 他们的这个市值 占我们总市值 现在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而且呢 由于它是新经济体的这个企业 投资大众对它也很有兴趣 所以呢 也激活了香港这个股票市场 的交投量 2019年的时候呢 我们平均每天的交投量 不到900个亿 2020年 2020年已经达到 差不多1300亿每天 他们说国安法对我们有影响 其实国安法保障了我们的安全 国安法实施一年 这一年以内呢 其实每一天平均下来呢 我们股票市场的交易量是1600多亿 所以呢 我们觉得呢 香港这个股票市场呢 受惠于国家的快速发展 也有见于这个中美之间 这个美国对我们的打压 我们是有一个很突然的功能 所以呢 一方面我们要再看 怎么样可以提升 我们的这个竞争力 比方现在要来上市的内地企业 其实很多 在审批方面 能不能加快 有哪一些程序 可以省掉 那这个我们再看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最近呢 也看这个SPAC 就是特殊收购 这个公司 有这个呢 前阵子 在美国很流行 我们觉得呢 在香港我们的监管 这学跟他不一定很一样 但是呢 也不排除 我们可以出一个香港版的 这个 这个 特殊上市公司 特殊收购 目的上市公司 这个结构 大概9月份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 初步的方案 9月份我们会 咨询市场 这个呢 是希望呢 在 看见有这么多机遇的同时 把我们自己尽量做好 让来这边上市的 筹资的企业呢 觉得呢 香港真的能为它提供好的服务 除了上市以外呢 其实我们是整个产业链 金融产业链 要全面发展 比方 现在呢 通过互联互通 互港通 深港通 到内地投资的这个外资很多 我们的研判呢 就是这些西方的资金 涌到我们大中华地区呢 会更多 因为呢 毕竟呢 在这些外 外国基金里边呢 它 中资股份 占比还是偏低 它有很大的空间 要往上调 所以这些资金 会不断过来 不断过来呢 中间由于市场有波动 它需要做这个风险管理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 也跟内地在商议呢 是不是可以推出一些 显身工具产品 让他们 这个境外的投资者 可以通过这些 显身产品呢 管理它的风险 同时间呢 除了这个 这方面以外呢 我们觉得香港的 这个 债券市场 我们的房地产 信托 这两块呢 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尤其是 债券市场 在很多 顶级的金融市场 它的规模 可以比股票市场要大 我们跟国家相关部门 在商议呢 也得到他们的支持 估计呢 债券通 南向通 这块呢 也很快 也可以通了 同时间呢 国家现在呢 在推动 绿色发展 因为在整个国际 这个地缘政治里边 有一个议题 大家比较能 形成共识 同心同德的推动 就是应对 气候变化 绿色发展 习主席也提出了 我们国家 目标是2060年 这个碳中和嘛 在2030年这个排碳 就是顶峰了 在这个过程里边呢 这个绿色发展里边 其实需要很多的资金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怎么样去引导 这些资金 到实体经济 支持这个绿色发展 我们觉得 很有 很有发展空间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也定位 我们自己呢 作为区内的绿色 跟可持续 金融的一个金融中心 今年1月初 今年1月初的时候呢 我们特区政府 发了一批债券 绿色债券 这次呢 我们刻意的发一些 是三四年的 三十年 长的 可以说呢 这个区内呢 是唯一 政府发的 三十年期的 一个绿色债券 认购非常勇约 非常勇约 尤其是欧美的投资者 所以在这分配方面呢 这个呢 也是他们以资金 对我们这个绿色金融中心的 一个信任的一票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也给他们分配了不少 未来这段时间呢 我们还继续 推动这个特区政府的 绿色债券的 这个 这个 发行 希望通过这样的话呢 也为这个区域里边的 不同期的这个债券 这个知识率 来定一个标准 定一个知识率的这个曲线 这方面呢 我们可以说 整个金融服务这个产业 要整体全面的发展 那么提高 好 我再补充的问一下 就最近 当然您也肯定关注到 中国对平台性的科技企业 进行加强的监管 在教育行业 加强了监管 很多国外的媒体 都在报道 有些人说 这是中国的政治力量 要遏制中国的创业 中国的民企的发展 中国的这个 这个科技的创业 会被会被扼杀了 您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绝对不是这回事 比方针对教育产业 这方面呢 其实过往这个 教育产业的发展 是走了外路了 所以呢 现在这个政策出台 就是把一些走外的 走外了一些产业的 拨乱了反正 所以这个呢 是对我们产业发展也好 金融市场长期的发展也好 是利好的一个做法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是觉得呢 是蛮有信心的 好 最后一个问题 问您一个个人问题 就从香港 在内地人的眼里 是一个富人的世界 是一个精英的世界 有钱人说了算的地方 那么您从政府官员从入职 一直做到现在财政司司长 也是很大的官了 对吧 但是呢 您出生是普通家庭 也可以说是比较平寒的家庭 我想听听您这些 这几十年从政的历程 您个人的从政的历程 是我是从这个木屋长大 在木屋生活了好几年 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困 后来搬到这个公共免住房嘛 香港这个地方呢 给我很多机遇 通过教育 我们可以把握自己的这个事业发展的命运吧 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幸运 因为我们工作 参加工作以后呢 国家就 攻占国家改革开放 高速发展 我们就达成了这个高速发展的列车 在事业上 可以说呢 是很多不同的机遇给我们 但是同时间呢 我也看见了 在这个社会发展 经过这段时间以后呢 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 现在年轻人跟我们当时候比了 有可能觉得竞争厉害了 社会上流是比以前困难了 大学毕业生的工资 可能比过往是低了一点 这个是客观的一些事实吧 但是同时间呢 国家的改革开放 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机遇 而且在未来 这个发展里边呢 这个商巡环这个发展里边 一个方面是 内巡环的力度很大 另外一方面呢 内外巡环 互相促进里边呢 也给香港提供很大的机遇 所以从发展来说呢 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举个例子 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所以在这方面呢 给我们年轻一代的朋友 给我们在这边发展事业的朋友呢 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舞台 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是从这个2008年 开始 比较积极的参与公众服务 2008年到立法会里面去 去议政吧 对社会各方面的事情 会了解多一点 然后到2012年到政府里边 最早的工作 当时的工作是发展局 是土地供应 香港的基建设施 2017年换到这个位置 是看香港的金融发展 过往两年呢 不少的精力 是在这个地缘政治里边 确保我们这边的金融稳定 把金融风险管理好 香港是个腹地 一直以来得到国家的宠爱 国家很多不同的政策 去支持香港的发展 香港呢 有它一定的优势 可以用我们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往后呢 这个发展机会 是很大的 在一国两制以下 我们有我们图特的 图特的优势跟地位 在保障国家安全 牢牢称租顾国家安全 这个底线上边 我们其实可以发挥的空间是很多的 所以简望未来呢 我是对香港充满信心 对于一国两制的发展呢 是充满信心 一国两制 行稳资源 不单纯是对香港好 其实也是对国家 是一个重要的 能发挥重要贡献的 这个是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面 一国国家两个体制 用好这个香港特区 这个特殊的安排 服务等国国家的 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 我觉得我们还是 可以发挥很积极的作用 好 希望香港能够稳定发展 感谢陈市长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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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